10月6日下午,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召开记者会,公布香港首宗以专业师德为由,取消一名小学教师注册资格。 教育局指出,有关教师设计的教案、教材及工作址都以港多为主题。 法定的权力取消有关教师的注册。教育局认为这个个案非常严重,是有计划、散播、港独的信息,也有不少偏歪和扭曲的内容对学生构成严重的影响和损害,也是严重违反教师的专业措手。 所以我们认为取消注册的决定是合理、reasonable、合适和合复比例的。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,这是修例风波以来,首宗教师被取消资格的个案。 他强调,香港大部分教师秉持专业,只有极少数害群之马。 本届政府其实是特别重视教育,因为教育是培育人才的关键,是社会的未来。 我们更加不容许港独和违法的意识在学校蔓延,希望社会大众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的工作。 我必须强调,我们大部分的教师都是非常专业,以教导学生为己任。 但是我们必须要抽出极少数的害群之马,目的是维护整个教师团队专业的专业, 巩固公众对教育的信心,以及守护学生的学习利益。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对教育局此次做法表示支持, 认为这次处罚是对香港教师群体一个很好的警示, 亦希望在未来日子其他教师可以做好本分。 这个我们觉得政府确实是要在处理这些个别的教师, 违法的教师是要有一种比较严厉的手段, 其实教育界有这些个案我们都厌多了, 其实更加应该大家要在未来的日子里面, 我们怎样能够真是取得大众,取得公众对教育的信心, 就不只是用法口去说的,更需要我们是付出行动, 我们只要做好,就不是说以所有东西用一个言论自由, 或者是学术的自由, 你就能够可以为所欲为什者在学校里面, 进行一些违法的播毒的一些散播港独的思想。